市集還沒開始 就有人帶著餐具來排隊了 我們也有遇過拿家裡的平底鍋來裝披薩 直接背包拿起來 平底鍋 烏肉市集是推廣蔬食的攤商夥伴們聚集的地方 很多人大老遠開車坐火車過來 就是要來這邊尋找美味的蔬食料理 就是把家裡所有的餐具都帶來 這是最標準的地方 簡能減碳 然後對這個世界可以過得更美好 我們才決定說那就是投入了 陳志榮原本是婚食攤車的老闆 在知道蔬食可以減碳 延緩氣候暖化後 毅然決然由婚轉速 我們一開始覺得好像很困難 那這樣子我們吃的東西很有限 但是我覺得我們兩個滿幸運的 是因為可能我們投入在這個飲食 所以我們身邊有很多做蔬食的好朋友 會分享 然後會製作一些蔬食的美食 所以後來我們這樣子在轉速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好像跟 沒那麼困難 對 跟婚食其實沒什麼兩樣 學飛機修理的她機緣巧合下 和朋友學做了義式披薩 做出了興趣開始創業 決定轉蔬食攤車的時候 最擔心的是她的媽媽 因為一切的客員都得重新經營 我們沒有接觸到這個素食的這個東西 我做父母親的應該都會怕說 她會不會是做不起來 就是不敢 跟她講她就說沒關係 我們現在一槍就盡量槍 這樣子我們就支持 說真的以前爸爸是不太會接受 那現在已經有跟著她這樣子 在講也是都會 我怎麼偷偷吃披薩呢 父母因為她全成了素食披薩的愛好者 為了服務更多的素食者 陳志榮帶著她的攤車征戰全台 也經常到養老院和育幼院做公益 有時候就這樣搭個帳篷 在路邊過夜 天亮了再前往下一站 我們做到現在快一年了 我們已經跑了三萬多公里 已經地球幾乎繞了大概四分之三圈了 我們之前做葷食的時候 局限比較在高雄市區 那我們做了蔬食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的世界變得比較更看破 因為這些就是推速 然後把自己的理念 為什麼要吃蔬食 然後這個對地球的減碳有幫助有多少 我們必須走出去 今天和陳志榮一起聚集在新竹將軍村的 全都是推廣素食的夥伴 年輕人會覺得 我們這邊都是七年級生 八年級生 我們都七年級生 對 現在開始都是越吃越年輕 對 根據2021年Nature Food發表的研究 全球19%碳排是來自動物性食物 每年製造將近98億噸二氧化碳 而這數字不只是牲畜的排放 還包含種植餵養他們的飼料 吃蔬這件事情不只是一種對環境友善而已 還有對於我們人類的一個 內在引起這環境的一個共鳴 還有一個良善的慈悲 過去60年來 全球肉品消耗增加一倍 預估到了2050年 肉品消費量還會再增加76% 目前地球上有26%的土地 都被用於飼養牲畜或種植飼料 數據顯示 全球80%以上的毀林事件 都和農木業有關 每周的辦公室 那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團隊 專門在做亞馬遜森林的研究 那其實每一年 我們看到了所有毀林 不是只有亞馬遜森林 所有人類毀林的行為 有81%是來秩序牧業的需求 改變一個人從小到大養成的飲食習慣 並不容易 但拯救環境 我們或許可以從餐桌上的這一口開始 謝謝